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到了星期五 我们现在是对话何人的节目时间了 何人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一直在这个节目中 关注中美贸易战 由开打到现在 已经说了一年多了 新一轮的结果好像说 这次谭德莉在原则上 似乎达成了协议 我们总统放出好消息 美股就大涨 是不是这次真的有着落呢? 我看就未必 虽然我也很希望 他们真的能够谈一调 真的能够 签得到起码第一阶段的协议 签定了 但是现在 似乎呢 我个人就不是 大 何官 但是呢 这个可能不是没有的 高总统 弄了一条推特出来 就说了 第一 这个协议 达成协议 达成协议 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 中国需要这个协议 我们都需要 那么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接近呢? 全面 因为中国就没有透露风声的 但是呢 中国需要协议 美国都需要 好吗? 这句是真正的 其实一个这样的贸易协议 就算只是第一阶段 但是两国呢 能够签得成 怎么会是好过 什么都谈不上啊 这个口气呢 就第一次 特朗普似乎就有些 趋近客观了 因为他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中国非常需要这个协议 但是呢 我们没所谓 但是这次呢 他说我们都需要 那就有一些 靠近事实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 这个协议是不是真的就可以 很快就要签成呢? 这件事情就有点疑问的 我发现呢 中国的网民呢 大部分人呢 都是不信的 怀疑的居多 因为主要呢 就是 这一年多以来 特朗普总统的那种表现反复 使人家就对他的诚意 是有些怀疑的 很多的中国网民呢 还已经点到明了 说他 会不会有顾忌从事 又要在股市上面 玩回转呢 这样 这件事他才知道的 我们就只能够靠顾顾下 不过我自己都是认为 这个这样的协议 第一阶段的协议 签不签得成 现在真的都很难估 比较乐观的消息呢 就是 北京 中共中央 刚刚开了一次会议 就是 阿文台明年2020年的经济工作 整个会议的调子 无他的一个字 找 总之就要找几样东西 什么找就业 找增长 这些这样 总之就找自当头 既然是找自当头了 中国和美国贸易战 结出一个阶段 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些人已经 那些具体消息都透露出来 到底是真的假不知 就是说 本来应该是12月15号 美国会加一轮中国货品的关税 现在就不加了 原来加了那些 又减了一点 总之 就是 不是加的全部取消 但是呢 怎么都减了一点 不知真正确 总而言之 消息 说出来的听起来 挺好 但是能不能真的做到 似乎呢 又 不知 对特朗普来说 我觉得 就是签订了一个这样的协议 对他的竞选年 无论如何都是有多少加分作用的 所以的确 他也是需要的 但是 就算是签了第一阶段这个协议 今后还怎样呢 还有很久打 因为中国的底线 就是你把所有加的关税全部给我取消了 这样东西 我想特朗普就似乎比较欲强一点 但是如果考虑到 真是美国在经济上 那边真是想在明年能够有一个好的业绩呢 似乎签这个协议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特朗普能不能够做这么大的让步呢 而如果他真是估计的话 是吧 一签了以后不能再玩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否真是一个好的东西呢 这个真的有相当大的疑问 嗯 好了 说到贸易谈判对选举影响 另一场大选举 对英国的国会选举就陈埃乐定了 这个保守党呢 就保住过半的议席 即是现任的首相应该就顺理成章就可以继续做下去了 那对所谓的脱欧 和对英国政局的何人你又怎样看呢 英国的脱欧呢 出足搞了两三年了 搞到现在 似乎今次保守党的大胜呢 脱欧就可以说是以成定局了 一定脱 至于用什么方式来脱 什么时候才脱 那还有一些变数的 但是呢 今次大选啊 提前大选 非常规的大选 保守党 约翰逊公然能够赢那么多 赢得离航来了 这个是有真是有些出人意料之外的 那工党 既此一役 可以说是在今后几年时间都几难翻身 气数已定 那他的党魁 郭耳斌呢 就已经 说了说 在今后凡是工党的大选 我都不再领导了 但是呢 暂时还没辞去 港灰的职务 但是看来这个也都不会出人意料之外的了 辞职基本上就肯定的 走回去下议院做一个议员 那这个应该是他的前景来的了 为什么今次工党能够输得这么惨呢 这件事可能有很多因素 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 他提出如果他当选 就要进行第二次的脱欧公投 我觉得这个相当拿命了 精英英国的精英集团都知道脱欧对英国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来的 就不是很坏的 始终都是一个得失 得不常失的一个局面的 所以呢 本来英国的精英集团真的不多想的 但是呢 保守党的前首相卡尔伦呢 我觉得这个人就真是不行 不肯担责任 没有承担 将个这么激手的话题的决定交给那些选民 在你们来决定 于是 以赛微的多数就赢了脱欧公投票 这一派就赢了 卡梅伦就立刻不做了 给了陈翠山 陈翠山基本上是没什么能力搞定的 最终也都是 拜拜走人就不干 搞到被约翰逊 约翰逊就有点像我们总统 特朗普的 还要用一种非常民粹 有点老妄这样的气责来接手 提出了 脱欧一定要脱的了 甚至不食一切代价都要脱的了 卓尔滨这种重蹈卡梅伦的服务 就是说我提不出什么 来反对你们脱欧 但是我交给选民第二次做决定 有多少输打赢要的意味 这件事对一个政界尤其是国家领袖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失分的 你的决策无论对还是错 你都要有承担才行 而乃尔滨刻刻就缺乏了承担这件事 那么可贵的品质 而乃尔滨被人说就算是输也要死也要死去 有多少很悲壮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原因 是导致工党这次大输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到底是不是现在最后 工党到底真的输多少 基本上最后结局要等等 但是英国的脱欧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 到底什么时候才处得成 约翰逊还要跟欧民谈 但是现在的最后限期 据说就是下个月的20号 还有大概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如期脱欧这个能不能够实现 大家都很愉快地分手 究竟能不能够做得到 这件事虽然有些疑问 但是脱欧这件事基本上就没什么原谅了 至于脱欧对英国对欧盟 有哪些好处有哪些坏处呢 我想怎么都要再等几年才知道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 感谢您了 感谢您了